高雄市議長補選國民黨籍議員曾麗彥 對決民進黨提名的張勝負 投票結果曾麗彥以35票勝出 張勝負的27票 曾麗彥宣誓就職後表示 國民黨這次會大團結 上任後黨務之急就是全力俯選李梅珍 我會帶著我們38區的議員 然後來衝市長的選舉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 當然會有一些意見 但最後還是整合成功 這是我們最大的最高興的事情 國民黨籍議員曾麗彥勝出 民進黨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 陳其邁下午出席第一戰區 齊美後援會成立大會 除了向曾麗彥恭喜 也說未來若當選市長 會與議會共同合作 也要向曾麗彥議員恭喜 能夠當選 當然在未來的市政的推動 我們也會在議會的監督之下 能夠就市政的重大的建設 能夠跟市議會能夠 不僅他們的監督 也議會的合作 來共同推動高雄的重大建設 跟高雄要招商引資拼經濟 而對於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 李梅珍遭網友留言恐嚇 李梅珍陣營表示已報警 陳其邁也呼籲讓選舉回歸和平理性 一起朝向對市民有利的目標前進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秋霞李金菊 臺灣高雄採訪不到